第二题,已知某容易中有钠离子、氢离子、佛离子等离子,其所含的电子数分别为多少? 我们知道一个东西的原子序就会等于直子数,而直子数呢,在正常情况下会等于我们的电子数。 而东西之所以会带正电,是因为它们失去了电子,而它如果会带负电,是因为它得到了电子。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钠的原子序是11,又带了11个直子,11个电子,钠离子带一个正,所以表示它失去了一个电子,所以它有10个电子,所以钠离子有10个电子。 而氢离子的原子序是1,那么氢正表示它失去了一个电子,所以它就没有电子,0个电子。 而佛呢,是它本来它是原子序是9,代表它有9个直子,9个电子,而带负电,表示它得到了一个电子,所以它带了10个电子。 所以它们的电子数的数目分别为10、0、10。 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,其所含的电子数分别为多少?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、10、0、10。 我们就试试一下,10、10。